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 我们要挑战你的知识 带你了解中国历史上三位最富有的女性 其中一位甚至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女性 首先 我们将介绍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她掌控的财富 据估计达到惊人的16万亿美元 接着 我们将探讨20世纪的富豪宋爱玲 她通过婚姻和商业成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最后 我们会带你穿越回商朝 了解拥有惊人财富的富豪 她的目中发现了大量的珍贵财物 这三位女性的故事将让你重新思考 财富和权利的真正意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源于南华早报 该报是一家权威的媒体机构 以其深度报道和权威分析而闻名 文章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三位最富有的女性 其中包括一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女性 第一位被介绍的是武则天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统治时期为公元690年至705年 武则天的政治生涯极具传奇色彩 她最初是作为高宗皇帝的妃子进入宫廷的 在此期间 她成功地驱逐并杀死了她的主要竞争对手 王皇后和另一位受宠的妃子 尽管高宗在位期间名义上是皇帝 但实际的权力主要掌握在武则天手中 在高宗去世后的七年间 武则天正式掌握政权 并将国号从唐改为州 她的统治风格果断且强硬 曾发起对中亚领土的扩张 还参与了一系列朝鲜半岛的战争 这些军事和政治行动 不仅巩固了她的权力 还使她在中国历史上拥有巨大的财富 在当时 中国的财富占全球GDP的23% 有估计认为 她控制的资产可以达到16万亿美元 这使她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女性 接下来介绍的是宋爱玲 她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家族之一的长女 她的妹妹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 而最小的妹妹宋美玲 则嫁给了蒋介石 宋爱玲嫁给了孔祥熙 她是当时中华民国最富有的人 并曾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理 在婚后 宋爱玲不仅致力于教育和社会福利工作 还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 使她积累了大量财富 在抗战期间 宋氏姐妹创建了一个名为公和的组织 旨在保护战时条件下的中国商业利益 宋爱玲在管理该组织方面极为活跃 然而 她也曾被指控在二战期间成绩牟利 最后一位被介绍的富有女性是富豪 发现了大量的财富和珍贵物品 富豪不仅是皇帝的妻子 还是一位成功的军事领袖 曾发起并指挥多次军事行动 此外 她还参与了重要的宗教仪式 并在她死后 被与16名被祭祀的人 和6只被祭祀的狗一起埋葬 她的墓穴中 方现了755件玉器 564件古制品 468件青铜器 63件石器 11件陶器 5件象牙雕刻品 和6900枚贝壳 这些贝壳在商朝时期用作货币 此外 还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纹 这些甲骨纹 显示她拥有大片土地 并能向国王武丁提供奢华的礼物 富豪是研究中国最古老的 有确凿证据的历史时代的重要人物 通过介绍这三位女性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她们在各自时代中 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和权力 武则天以她的政治智慧和果断手段 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女性 宋爱玲通过商业和社会活动 积累了大量财富 并在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富豪则通过她的军事和宗教活动 在商朝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些女性不仅在财富上达到了顶峰 还通过各自的方式 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历史上 三位最富有的女性 首先 武则天控制了相当于16万亿美元的财富 她是唯一一个统治过中国的女皇帝 堪称历史上最富有的女性 她的财富和权力无可比拟 甚至超越现代最富有的女性 比如Loreal的继承人弗朗索瓦斯 贝当古梅耶尔斯 武则天的统治期间 中国国力强盛 扩展领土 这些都展示了她非凡的统治能力 和财富积累的实力 哎呀 楚天书 你这魔说也太夸张了吧 武则天的财富固然惊人 但这些数字是现代人推算出来的 凭啥武则天就比现代亿万富翁们更富有 而且你别忘了 他的财富是建立在血腥的政治斗争 很残酷的统治基础上的 他杀死了不少竞争对手来巩固权力 这可不见得有多光彩 反观现代最富有的女性 她们的财富大多是通过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获得的 这才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地方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公平 要知道 历史背景不同 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古代 武则天在位期间不仅巩固了国家统一 还推动了许多改革 比如废除酷刑 任用贤能 这些都促进了社会进步 此外 他的领土扩张和贸易活动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 宋矮玲和富豪的财富虽然惊人 但相比起来 他们的影响力和统治范围远不及武则天 别这么绝对 楚天书 宋矮玲也不是省油的灯 她可是把家族企业做到极致 还创办了非常成功的三代公司 她在二战期间创立的共和组织 保护了中国的商业利益 这点可是现代女性企业家们都该学习的榜样 至于富豪 那可真是古代的铁娘子 她不仅拥有大量财富 还在军事上有杰出的成就 像图坦卡蒙一样 她的墓中充满了珠宝和珍宝 这些可是用真金白银堆积起来的 武则天固然强大 但也不能小瞧这两位啊 谢琪琪 你说的有道理 宋矮玲和富豪确实都是了不起的女性 但你看 武则天的财富和权力可不仅仅是数字而已 她的统治期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23% 这可不是任何一个现代女性能比的 再者 她还推动了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提升 这在那个时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样的影响力 才是真正让她成为历史上 最富有女性的根本原因 好吧 楚天书 你这么说我也无法完全反驳 不过 现代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成就也不容小觑 弗朗索瓦斯·贝当古梅耶尔斯 掌控着全球最大的化妆品帝国洛尔奥 她的财富达到了860亿美元 这些现代女性是通过辛勤工作和智慧积累财富 她们的成功同样值得尊敬 不论古今 中国历史和现代都有许多杰出的女性 她们都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